你要幸福啊 心力擅長的大 一起前往 一起失去煙滑 終於有她替我愛你啊 別等我抱心不想 會好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Henya 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萱的婚禮 萱很可愛 有雙水汪汪漂亮的大眼睛 是有想法清楚知道自己喜好的新娘 她籌備婚禮的淡定也讓我印象深刻 很認真 認真完成Henya交代的功課 是超棒的新娘 學喜歡的造型風格真的很Henya的新娘喔 自然耐看的簡約風格在妝感及髮型上都是 妝感不要太濃厭 當初來試妝時有特別跟Henya討論到 Henya建議還是要根據宴客場地 及到時候挑選的宴客禮服 來做微調整 這樣才會讓整體的造型更加完美喔 知道她的喜好重點 也謝謝她的完全信任 讓我可以盡情發揮做適合她的造型 穩定儀式優雅低盤髮自然蓬鬆線條 搭配花藝 軒喜歡紅色花彩點綴多一些 更添喜氣 穩定儀式時長輩總愛新娘挑選紅色禮服 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整體造型做得年輕又不老氣 再搭配上軒甜甜優雅的笑容 讓我們端莊好媳婦完美登場 人手一雞大人小孩長輩都沒有例外 Henya當然也要加入攝影行列跟著一起拍起來囉 這刻呢我們要請婆婆為我們的媳婦來戴上這個金項鏈 軒沒有迎娶儀式的流程 我們抓緊時間換上白鯊 趕緊在賓客到來前完成彩排 我們把女人交給她 接下來想幫媽媽很放心 所以媽媽的手疊下來 爸爸的手疊下來 我們未來是一家人一起加油 這樣就可以了 OK 簡單的幾個步驟 可能有點負擔 最後呢停留在這個位置就可以 也趕緊在彩排結束後做進場造型整理 有別於穩定時的好媳婦造型 幫軒劉海做了微卷的小變化 並換上了低調華麗皇冠 讓白鯊有全新不同的造型登場 準備進場 抓緊時間 在進場前幫新人 以及親友們做最後的造型確認 當然也沒有忘記要拍美美的照片 就是因為坐下 我也不及格裝 是我的藏給你 我家的藏給你的藏子 旁耖 我家的藏給你 夢彩制諒 我家的藏給你 我家 lengixe destroy 看整个生活回家 你要幸福啊 心里擅长的大 一起进化 一起失去年华 终于有她提议我爱你啊 别对我放心不下 会好的 真的真的很好很好 好喔好看 很快 完成家庭后跟着摄影师的脚步拍美美照片 换上全新造型的萱恩一样好自信 这之前跟着摄影师的tempo摆拍 根本就是训练有数的model 还有专业的笑容 敬酒华丽的A-Line丸里胡 搭配自然蓬松浪漫卷度的侧边放把造型 让甜美可爱的她不显得太过于成熟 但兼具魅力 搭上团队首座的花耳环以及仙气盘头饰点缀 摆放而后 正面看得见又不夸张 让不爱浮夸头饰的萱不觉得太单调 而且跟礼服搭起来也很合适喔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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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澤的身材喔 掌聲歡迎他們來到舞台上方 好來摸摸轉身請機器人默默的轉身 轉身之後呢來直接盲抽一張 好 OK 接下來要下一張 往頭頂上勾 好拍拍他的頭 跟他說未來要乖乖我的話 挑選送客禮服時的小插曲 有類似款藍色跟粉色兩色在抉擇 後來才知道原來只有亨雅跟萱選擇藍色 親友們大家一字喜愛粉色 其實兩色都很適合萱甜美浪漫的風格 但藍色更襯膚色 且藍色的款式更能修飾所有女生在意的婦孺 知道新娘容易在挑選燕客禮服時卡關 偶爾會有選擇障礙 一開始下定見面簽約時都會貼心提醒新娘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私訊黑衙 我可以一起參加投票喔 不忘提醒新娘 不管周遭親友建議如何 別忘了還是要挑選自己中衣的款式比較重要 畢竟是自己的婚禮 也是穿在自己身上的禮服 要自己喜歡才是最重要的喔 建議搭配近期子弟率超高的高公主頭髮型 讓萱走活潑俏麗的小公主路線超可愛的 豐厚的髮量 浪漫的圍捲度 浪漫又甜美 還特地為萱找了香進色的緞帶 手作蝴蝶結頭飾 知道你很喜歡 我也超開心的 好可愛喔 影片的分享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好可愛喔